回本只有一个核心思想 只点贵的 不点对的 大家好 这里张雨菲不是 我也是雨菲 寄生客的自足餐又回归了 很有据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如今美美提醒我 视频又拍了一年的 不是日历 不是时钟 而是寄生客的自足餐 他提示我又拍了一年视频 在这边还是要谢谢大家 没有大家关注 张帝我狗懒子不是 咱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 只有一个小目标 你们说 咱今天怎样吃一点 对 没错 就是简简单单 我能坐这边吗 对 哦 好 谢谢 今天你们猜我带哪个儿子 咱往年去吃的每一次 毕生哥带的都是同一个儿子 你们猜是哪个儿子 最没错就是 原来这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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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跳舞吗 哇 这里真的好好 如果说这不是马路 是江景的话 我何德何能 你们说是不是 没问题 我们也假装是江景吧 好吧 我们看 其实这是江景 心中有水 哪里都是江景 他们有个最新吃的这个 这个必须得点 每个人整点一次 五节稍稍拍 你们说想吃什么 今天我请客 好吧 我知道你们喜欢吃这个的 披萨 我想点一个金榴莲的 但片状 一片就够了 一片 如果说你想吃回本 你千万不能炫奶茶 因为奶茶保护感比较强 你要炫果茶 大红袍 手打柠檬肠 鸡肉蘑菇汤 是这个吧 这是新品没有吃过的 这个鸡肉挺好吃的 倒一个 咖喱鸡鸡肉 凤尾虾 流星提拉米苏 不用说了 这个 你看我点了 就点了一点点 就点了这些 待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吧 吃自主餐 我们还是一个中止 就是吃多少拿多少 不要浪费好吗 这是我们之前约定 如果说你们去吃也是 千万不要浪费好吗 我相信屏幕前的你 和视频的我 应该一年 也就这么一次机会来吃必胜客 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吧 你们平常也去吃必胜客的 你们打个EU看看 让我看看 这边有一个 说的浪漫一点 必胜客的自主餐 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频道来说 就是我们一年一个的纪念日 好 谢谢 这是我的吗 这么快 谢谢啊 好快啊 比我想象中快太多了 我点了一排小吃排 你看 里面有麦片虾 然后蛋黄菊虾仁 还有这个是凤尾虾吗 我想先吃凤尾虾 凤尾虾真的好久没吃了 你们知道的我的口味 我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杂物的 这个是薄荷酸奶酱 赞一赞 这个酸奶酱超复合的口感 主要是那种薄荷的清香 真的超级浓郁 是那种直至灵魂的薄荷清香 这个薄荷酸奶酱你们也得说说看 真的很好吃 超解腻的我觉得是 它这一股薄荷的清香像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快在那个油腻的海洋边快溺溺溺了 这个薄荷的清香像一只手把你拉回的岸边一样 真的好吃 来你吃一个 这个酸奶酱很神 这是麦皮箱你们吃 它其实这个虾本身没什么特别大的味道 只是这个麦香是甜滋滋的 撒在上面就感觉像是吃有一股麦片清香的炸虾 要在这个酱上吃 这酱太好吃了 姐姐 可以带给我一个这个酱吗 这酸奶酱 想买回家这个酱 吃一切那种油腻的 绝对非常搭配的 这个就是咸淡黄小龙虾 就这样一看 蛋壳吃也没什么问题 但这龙虾就是有一股那股冰香味 你们懂这个感觉吗 冰香味 小龙虾感觉没什么味道 只有咸淡黄的五香的味道 但龙虾本身没有什么味道 还是淡淡的 它可以直接把一只虾搓出来 鬼本只有一个核心思想 只点贵的 不点对的 好淡啊 这个柠檬铲 但挺好的 就是需要这种淡淡的来为你冲掉这种腻感 嗯 喝掉了 嗯 要喝掉 得用去调劲 它开锅背的小龙虾就是非常好吸出来 就像磕瓜子一样 就等下来吃 逐渐熟练 吃完了 先吃下这个披萨你看 它可以点片桩的披萨 就是你可以不点一整个盘 老而且是保底的 就是因为它是保底的 所以说显得它这个芝士和芒果的果肉 是真的非常的满 嗯 嗯 其实我觉得榴莲是不错的 所以说对我来说这个披萨是榴莲的清香中夹到了一丝芝士的奶香味 就是说很好吃 关键它比肯定保不占肚子贼爽 这个是鸡蓉蘑菇汤 给你们知道的 我其实还是一个蛮中式的味 我很少点羊碗意儿 我都是点的一种比较朴素 看起来就是不会出错的一些菜 今天这个还是可以自作 可以放心点 品一品这个羊碗意儿 面糊鸡汤 然后放了很多蘑菇的感觉 有股淡淡的奶香味 这个口感是我喜欢的口感 不是厚重的口感 这个咖喱焗鸡肉 不是的 拉个丝 哇哦 我掐几寸 有20个人是凌晨1点在看 有30个人是12点在看 对吧 是不是太重了 不妨拉丝 这个咖喱的整体味道是有点偏咸的 不像我们常规吃到的那种菜式咖喱 味道有点偏甜 然后奶香味很重 它反而更多的香味是咖喱本身的香味 吃了块土豆 不该 今天我就是觉得 多一丝不该吃的看水 吃到我肚子都是一种浪费 对我肚子空间的浪费 咖喱鸡肉真的好全香啊 我去年吃必胜科的自主餐的时候评论里看到有粉丝在必胜科的自主餐打工的 在这里跟你说一声 辛苦了 这几天肯定很累 所以说真的辛苦你了 香菇鸡你们看 香菇鸡 以往的香菇鸡我吃的都是KFC的 说几KFC 你们说为什么KFC却没有这种自主餐 KFC只知道 Crazy Thursday 你们这些人啊就是 明明没有人请你们吃 疯狂行你死 却还每天很执着地发 而且这是中国人的 弃而不舍的精神 请你们吃一个香菇鸡 这个香菇鸡的味道就等于说是在吃没有奥尔良那股特殊新香味的奥尔良鸡 头发也很接近 因为都是很软爛的自主餐 哪怕说你没有牙齿你都可以把上面的肉搓开的那种 这好烧味 对 就这好烧味 姐姐 那我这也吃完了 哦 她们两个吃小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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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还 没一点 没事没事 我吃起来喂它 我是不是还蛮能炫的 总感觉这一份牛排它不暧昧你们知道吗 就是它感觉没有蔬菜 就感觉有蔬菜在你保护 胃口更加好一点 哪个是泪液哪个是稀冷 你看得出来吗 算了 没事没事 不管是香还是臭 到我嘴里都是肉 我相信此刻弹幕上发的最多就是 是否是合成肉这一回事 我觉得真的无所谓了 毕竟它只要158嘛 158你想吃一块淘点牛排 你可能都吃不到 所以说能无限吃这种情况下已经更好了 你们觉不觉得 来 这回给你们先吃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口感还行吗 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七分熟 这还可以 我真觉得还可以 我一直感觉这黑胡椒酱感觉 有点太轻了 肉是好吃的 实在风不仅是泪眼还是稀冷 只知道这块它蛮有嚼腻的 但是肉汁我觉得不够充裕 感觉脸太熟了 我们一般都是觉得有啃的 我问他们能不能蘸这个酱 这个酱汁真的好百搭 这个酱汁真的好百搭 反正这块看着肉汁充裕多 你看 这块感觉明显就更加的juicy 嗯 这块的话它吃起来都更加嫩 而且油脂更加充足 张雨菲 你好 你也来吃自助餐吗 对对对 鸡子啊 加油 好的 谢谢啊 谢谢你 好人一生平安 这个鲜好黄吗 反正这个灯好黄 打个灯吧 我觉得这块肉有个缺陷是 它吃起来没有这么的鲜 味道有点单 嗯 正好 这一杯茶 好 谢谢 这杯乌龙茶 喝起来的感觉就相当于 刚才这杯红茶 多加了一勺果汤的感觉 этой茶底下是乌龙茶 很甜 我点了一个下午甜品 先又点一个甜品吃就好了 据说它好像会流心对吧 我试一下 流了 它的中心还是冰冰冷凉的 它最中间这一层有点像在吃冰湿的感觉 因为它是有点那种冰渣的 这个可以闭一点点 因为是中间的部分它的cover味就会更加浓一点 现在时间没到我想再等会看看还能不能再吃一点 如果说再完成吃的话再点点小吃 咱们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边了好了 如果说本期视频给你带来一次欢乐 无访小张点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